另外看到宜蘭酒廠为了推销宜蘭在地的红禄酒 今明两天特别举办了现酒节 而邀请学生来彩绘酒瓶 了解制酒的过程以及历史 而且这些艺术酒瓶也会永久展示 呈现不一样的酒类文化 不过提醒大家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 来自宜蘭国中美术班的学生正在发挥专长 用丰富的色彩替普通的酒瓶换上新装 参与的学生表示 要彩绘光滑的酒瓶还有点困难 不过算是新奇体验 也能趁机了解酒厂文化历史 有没有画过酒瓶 没有 没有画 画的感觉怎么样 很难画 因为它颜料很难涂上去 要涂很多层 这样画的感觉怎么样 画的感觉就是 画完了 画完了还不错 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 这个活动还蛮好玩的 对啊 第一次画酒瓶 原本酒都是用喝的 但是这次是用酒瓶来彩绘 觉得呢 觉得还蛮有趣 那你画的是什么 画的就是那个 有点绿的线中的感觉 这个就是主要是画这个活动的本身 因为这就是酒瓶 然后这是画饼 然后就想说 比较特别一点 没有讲 你站在这个活动 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之前来参加都是酒瓶 画酒瓶 然后就是改画酒瓶 带儿子跟女儿 改天带人来参加活动 不错 就是他们能够就是学以自由 因为两个都是美术班 宜蘭酒厂现在目前已经算是宜蘭县 很有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 那藉由这样的也算一文相关活动 酒瓶彩绘 那我们的美术班来参加这样的彩绘活动 我觉得在教学上 在文化的传承上 跟社区的参与各方面 有各方面的意义 我觉得非常的好 酒厂表示 红禄酒拥有百年历史 能饮用也能作为料理 是宜蘭特产的酒类 所以欢迎民众来参加明天的现酒节 最主要就是说 要让乡亲呢 能够吃到我们的这个红禄酒 还有红禄酒的料丝 美食料理 那红禄酒在台湾呢 已经有在宜蘭呢 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那这一百多年来呢 陈宏哥我相信的这个姿子呢 他这支酒呢 不只是喝的酒 他也是一支做料理的酒 这些彩绘酒瓶都是独一无二 所以将会公开展览 让更多人来欣赏酒厂艺术 宜蘭区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